接下来一起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的维权情况 不见福州归桥和关交因上访维权被中共警察关进深圳一家精神病院已经两个多月 家人目前才得知消息 10月17号她的妹妹河水姑前往医院接她回家 但是医院拒绝放人 709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 10月18号第五次到山东林坟监狱探视丈夫 709家属王俏领 袁珊珊 牛二敏陪同前往 御方当天仍然在监狱内外强力维稳 并再次用流动的高音喇叭车和高压除尘车的噪音干扰记者的采访 据说王全璋的肤色越来越黑 但却突然发胖 李文足担心她身体出了问题 要求保外就医 但遭到御方拒绝 大陆律师陈广新 10月18号前往河南平景山市宝峰县看守所会见当事人 但遭到看守所预警翻包安检和高声辱骂 当他们这位警察的名字时 警察又将工作牌砸到她的脸上 并因此禁止她会见 吉林省长春市公交集团拖欠员工公司 10月15号工人在公司办公楼前拉横幅讨薪